当皇帝一点都不爽 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 喜欢的妹子留不得 喜欢的臣子用不得 喝口水都得犹豫犹豫 马上要咽气了 周围人想的不是怎么给他叙一口 而是把继承人定下来吧 您再不再不重要 咱们江山得稳定且持续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世人都道他平庸无为 终生困守经成 爱恨不能自主 战战兢兢 殊不知 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 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他就是宋仁宗 他不是千古一帝 也不是亡国之君 没有什么传奇色彩 最传奇的就是狸猫幻太子 他是主角 其实是因为他的母亲李氏 是一位普通宫女 皇上的孩子不能让宫女养啊 就交给了大娘娘刘妃 就是刘娥来抚养 这刘娥也是位传奇女性 咱暂且不多讲 单讲宋仁宗 仁宗从小就很人 有一次他逛于花园 大家就发现皇上总回头 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咱也不敢问 等到回宫之后 皇上说 给我拿水来 孤灯孤灯喝完之后 大伙问他 您怎么渴成这样啊 嗨 我这一道上就想喝水 但是每次回头都发现 给我拿水那小子没跟上 那您跟我们说不就完了 不能说 说了事就大了 不能给他惹麻烦 您想吧 你负责给皇上蓄水 皇上都快干死了 这事能晓得了吗 但是宋仁宗不想追究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所以您会发现 仁宗在世的时候挨了很多骂 臣子放心大胆的骂他 可是他去世之后 举国上下主动为他披骂待笑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舞台 皇帝一般占C位 可是宋仁宗把C位让出来了 他创造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手底下的臣子大放光彩 唐宋八大家里 除了两位是唐代的 剩下六位都出现在宋仁宗时期 刘娥直到自己去世 才把权力还给仁宗 而仁宗即便得到了权力 依然谦卑到您无法想象 曾经有人送给他两个绝色女子 热乎没两天 一个见官就跑过来了 问他 是有人送给你俩小闺女吗 这我们互共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这您甭管 职则所在 您有则改旨无则嫁免 好您了 是有这么个事 但是吧 我跟这俩女孩还挺投缘的 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您要是跟他俩不亲近还能留 可是您亲近留不得了 您猜怎么着 仁宗含泪把俩女孩送走了 喜欢的妹子留不得 后来她又宠爱一个妃子 这个妃子有个叔叔叫张瑶佐 这个人很没本事 不知道谁传出来的 说仁宗想要提拔他 那帮大臣跟疯了一样 就有人上书 话说的很重 外妻秉证 宦官用事 皆非宗舍之福 仁宗看了之后震怒 因为他就没想提拔那个人 所以他就想刨根问底 查出来是谁传出来的 让人拦住了 商术的人确实是不奉作影 可是御史徐凤文呢 刀挺图朔就是他的工作呀 您今儿要是追究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给御史提供情报了 这是堵塞沿路呀 仁宗就听进去了 决定不再追究 正是因为仁宗让人说话也听得进去 他在位的42年 北宋很繁荣 其实当领导的应该看看宋仁宗 他在位那几十年手底下人才积极 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状态很积极 如果一个企业里每个人都闪闪发光 那就是一片星空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听历史古文就操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